周立波发长文喊停 周立波的妻子早在唐爽发布首篇习文的时候,就回应唐爽只是一个被人操控的小人,周立波无嘴释放走出法庭面对记者时曾表示,法官已经认定枪制和毒品不是周立波的,但是这件事情能够搞得这么大,一定会给公众一个交代。 在七次揭发唐爽谣言之后,周立波终于发承蒙喊停,他指出关于撤案,法院根据科学鉴定都没判定枪制和毒品是他的,所以自己是被冤枉的。 而极其背后某某人,周立波奔奔不平,争有仇不报废君子,一想到自己被害而始作俑者将被大白天下,就感到十分欣慰。 想起案发之初,某某单独指开唐爽,就感觉非常不对劲,为的就是离间周与唐的关系,从而更有力的控制唐爽。 周立波对某某恨知入骨,而唐爽只是一个被牵扯进来的人,他这样完全是九游自取。 最后,周立波指出,这件事情就像是一面照妖镜,各色的人都被照出原形,当然也包括他自己。 但是对于那位一直不敢亮相的某某,周立波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,至此,周立波表示不再回复,也不再提及此事。 自然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,刻骨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